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种状态之间的关系 TCP有限状态之间的图中 每一个方框都是TCP可能具有的状态 每个方框中的大写英文字无串 是TCP标准所使用的TCP连接状态名 从图中可以看到共有11个状态 状态之间的箭头表示 是可能发生的状态的变迁 箭头旁边有数字 表明引起这种变迁的原因 或表明发生变迁后又出现什么动作 图中有三种不同的箭头 出死线箭头表示对客户进程的正常变迁 出虚线箭头表示对服务进程的正常变迁 细线箭头表示异常变迁 同学们可以对照所学习的内容 认真研究一下这个状态机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